时间红尘梦 几人能看透 漂泊轮回路 沉浮在梦中 爱摩的人意念守一 实际上表面上在动 意念在提 这就是说守着一 内气要平稳 心中要平稳 所以呢 我刚才说跟打太极拳一样 那么外表在动内心 要入三昧地 三昧 那么很多人呢 因为坐在下面呢 很多人呢 对很多佛法的语句 不是太熟悉 但是里边呢 也有很多都是师父的弟子 所以我给那些 刚刚学佛不久的人呢 还是给你们做个解释 什么叫三昧 很多人以为三昧地 就经常听佛法里面讲 进入三昧地 什么叫三昧地啊 学佛的人知道 那是什么呢 叫止息杂念 是把你的自己的杂念要停掉 这个地方很干净的三昧 然后呢 心神平静 一个人的心和神都要平静 神 人家说这个人你有气场 叫神气 这个人为什么 他精神 一有精 精是精力 一有神 到脑子里充满的神 所以这个人说 哟 你看上去很神气嘛 就叫神 所以精神是这样 那么精神散乱了呢 精神一不集中了呢 那么就叫精神病了 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人精神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有毛病了 所以很多人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讲什么话 他眼睛看其他地方 嗯 那就精神病了 精神集中在其他地方去了 对不对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 要集中思想 那就叫三昧 三昧 禅定者 就是说 集中精力的人 完全可以超脱自我 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三昧地 所以禅定的 就是定得下来的人 才能明理 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 这个世界什么秘密啊 这个世界 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了 这个世界叫你们不要贪 不要难过 不要去跟别人争 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是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 争来的也是假的 过一段时间又没了 去争它干嘛呢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大秘密 想一想啊 对不对 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人 不要把自己内心的悲伤啊 能够一直永远地藏在心中 要过了就要忘了 所以要忘记 说明你内在心里还苦 说明你的内心还没有修好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人说我今天还很苦 说明你还在苦中啊 我今天我已经坐在这里了 我很开心在听台长在讲 讲这个讲课 那这样的话呢 你现在很开心 你是不是什么都忘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去旅游 你们一到这个风景一看 哇 这么漂亮啊 这个时候你脑子完全忘记了 那些烦恼和苦闷 这就是为什么念经的人 为什么学佛的人 他可以忘怀他过去很多的伤痛 所以人要学会这样 所以心中有佛的人 看别人处处是佛 今天台长心中有佛 我看你们个个都像佛 你们很开心 要鼓掌了 我话还没讲完呢 那是还是没有修成佛的 未来佛 我有一天梦回心 不再轮回了宝庄 往生净土老生世 这才是真正解脱